EO Location 去抓Current Point 有没有 然后如果Success 它就这样 就帮你把它储存起来 然后把Location把它储存起来 OK就大概就一行 它就可以取得现在的Location 那取得之后的话 那当然我们可以去做路径规划 那路径规划的方式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呃刚刚的方式 实际上就是 在上面 Getsman 在在在 这里 它是路径规划 这一个 这个是 Route 这个 他是找一个Route 他的方法是 然后 因为 方法 那这里面的话 实际上你会发现 那路径规划 就只有这几行而已 第1个是取得什么 取得它的经纬度 这个第1个经纬度是现在的经纬度 第2个是取得什么 取得地图上面它要去的位置 然后呢利用什么 利用Windows.open 那如果你不要用Windows.open 比如说你要用那个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WebView来解决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 网址传送给那个 什么了 传送给WebView WebView的也会帮你去做一样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跳出的感觉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 第1个 就是我们 那你会发现 你可以试啦 昨天 前天的范例 其实就是这个 串这个就可以了 加上 第1个 LATITUDE 加斗点 第2个LATITUDE 然后后面的话 AND有没有 ADDDR 第2个目的地 然后后面的话再串什么呢 加上它的那个 就是语系 跟它要显示的 这个 那个 编码方式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就是可以产生一个导航 我们可以 在我们的WebView里面 就可以产生 所以其实 这个地方也可以拿到我们上次的范例里面 另外呢 还有 网络搜寻 搜寻什么 搜寻到最后 这边有一个 网络搜寻 对不对 比如说你这个景点要到Google里面搜寻的话 那也非常简单 你就抓到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之后的话 再把它串接什么 其实就这一串 Google 摄取一个 问号 后面传递参数的话就是把 这个名称放进来 它出来的话 就会是Google搜寻的结果 其实非常简单 利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范例其实也可以跟WebView做结合 因为之前我们是用那个flag 它也是串接的方法 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我是把刚刚的范例呢 放在那个第15章里面的WebView的这个底下 有这个sample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